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局的双方是来自河北金环钢奥队的游泳亲 对阵来自浙江齐类运动协会的吴可欣 小将吴可欣 好 我们还是先给大家先摆上旗 然后我们再慢慢介绍他们参赛队的还有队员的情况 游泳亲大家应该说比较熟悉了 也是九经沙场的预言老将 对 河北队的老将 那么在前四五年的时候 也可以说大戏晚成 2008年获得了全国个人赛队冠军 对 是和胡明老师 也是配了不少年的河北队的一个团体 对 传统上河北女队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禁旅 对 得了不少次的团体冠军 应该是女子团体冠军 可能河北最多是吗 得得最多 反正从我下棋得了不少阶 对 河北 江苏 广东 还有北京 这都是老牌境的 这个在女队里边可能是最强的四个队员 从历史上的战绩上来看 居酒瓶四 这个棋过攻炮对中炮 对 冰淇淋一 他先补的是 他先补是 对 冰淇淋一也有 还是正常下法 这个都正常嘛 马上进三 马上进三跳 他冰淇淋一 冰淇淋一 然后他居于淋 张老师这个室有区别吗 差别很大 是吧 我看也有人直十四镜五的 十四镜五死板 死板是吧 就是将来左居的问题 对 十六镜五比较稳正 但是有没有说先不直 待会再直 因为这个棋 就是黑方走的是中炮 然后他又走到双横居 所以中间有点薄 一般的情况下来看 黑方这种阵型 他一定是从中路反省 就有个固定的模式了 所以红方这个室早晚要补 也有走补像的 网上有很多企业爱补像 但补像将来没有那个过炮了 对 补像就是炮动不了 所以补式是比较好的 这个也得到男子专业骑手的认可 亲爱 是吧 这个棋就是红方也可以走冰淇淋一 两头蛇 他走到冰淇淋四 他准备上马打 对 这样只有 冰淇淋五 把他逼进来 然后红方炮淋平次 这个调动的手段 应该是这公共炮淋 比较经典的一个调动手段 对 但黑方也有比较好的队子 他走军于平六 军于平六 他盯入这个炮 不让你炮他进五 这儿红方再向西九 向西九 然后黑方抓住这个控制 他都租五 这个棋就是说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么一种阵型 对 就是双方都能接受的 比较正常的一个攻守 对 这个棋张老师能不能炮八尽二呢 炮八尽二也可以考虑 这个阵型 然后黑方这个时候 他走马七进五 对 马七进五 他呢 马三进五 他炮八尽四 将来有这么一个 托磁进五 多了这么一个 有个交换 托磁进五有个C 对 他马七进五 他走得比较精细 等于避开他了 就别让你这种麻烦 吴河欣呢 在我们讲这个玉赛的时候呢 讲他这盘队局 这个小姑娘呢 个人个都不高 其貌不扬 张老师对 张老师带队去了 那个联赛的赛场 我们这次比赛呢 也是来到了这个 山东的这个高密 高密呢 同时呢 也是这个 红高凉文化的 这个产地 是吧 那个著名的作家 这个莫延老师呢 就是这个高密人 是吧 那比较低日 高密市这个政府呢 应该对象棋呢 也情有独钟 是吧 积极呢 组织这个赛事 赛事 应该说他们 在他们的积极促进下呢 由福日家坊呢 这个主要赞助 还有这个高密市 相应的一些企业呢 还有这个政府呢 就给了不少的支持 对 来办这个赛事 才让这女子联赛得以顺利进行 应该说他们的进度挺快的 这个信呢 也是2013的下半年才知道 对 然后这个比赛呢 在2013年年底呢 就打响了 对 郭主任7月份才说有这比赛 然后11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对 真是挺快的 应该说呢 确实给女子选手们呢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对 因为男子联赛的已经有11年了 那么在今天呢 有一个女子比赛 显得也非常必要 也让大家看看我们女子的水平 当天的水平 跟男子的差距 当然差距还是存在的 是吧 红方啪啪金四 然后这个小将 吴可欣呢 走得也很好 他就这个 红方是先 先送的 黑方先送的 然后就G6进3 他拱吧 他是发屏幕打了吧 没有 他拱了 然后G6进3先进 G6进3 就是他把这个阵型摆得也挺好 然后他打了 这个鞋作为红方来讲 其实先手引不是很大 是吧 可能比较可行的是回车下 回车 就是下不齐呢 他换一个马再来一个炮 那也没什么便宜了是吧 但是没便宜他也 关系不大 这个盘总马的鞋 就容易大量的交换子力 容易下成后半盘 就是这个棋的红方如果能够灵活激动的来改变这个战略战术呢 就是从中路呢 补架一个炮 这个棋基本上是军事 红方的尽管没先手呢 但是也问题不大 但是实战当中呢 红方这个棋呢 就慢慢使自己啊 走得有些被动 是吧 他没有意识到这局面有可能会有危险 马上就换了 换了 然后他进帅 因为面对的是这个小将嘛 这个老将对小将他要走这些功夫的棋 对 所以他可能还挺有信心的 实际这个棋已经亏了 黑方比较从容的 就是G6加一点 对 黑方的位置比较好 对 你这个子力上不去 大线比较 活的 对 是吧 这个棋你要下 比较苦 你愿意拿谁啊 我愿意拿黑的 对 黑的好 肯定是黑的舒服啊 这些都是假的 也不能说都假 反正随时都可能 红方子力呢 受一些局限 对 不是要上 呃 吴可欣呢 是来自浙江齐类协会代表的这个队伍 浙江呢 上了两个队 也是这一次呢 唯一有两支女子队伍呢 打入本赛的这么一个地方 好像据说他们预赛里面 参加的队伍就不少 对 他们听说是有六七支这个队伍呢 浙江组六七支队伍来参加这个 对 女子在联赛的预赛 那么最终呢 是浙江波尔州城队和浙江骑协会 骑协会对 他们这两个队呢 进入了本赛 那吴可欣呢 他的一个搭档呢 就是 唐思南 唐思南 也是新秀 他们两个搭档呢 今天的新生大师 对 吴可欣也是在 今年个人赛呢 这个刚刚是个大师 也是两个新生大师 后备力量 但是他呢 这个时候他没走居住架 他走了一招也可以 好近五 也是对洪方有不小的威胁 这招机队看上去也挺有力量的 这个临场啊 那个 因为这是第一轮的一个比赛 我专门呢 我也续了 张老师讲讲花絮 这个赛场 这个临场看呢 反正我们就在这旁边看 好来我跟那个河北队的主教练 那个 闫星闫老师说 我说这其实是不是 你帮那个游泳区人准备了 他没有完全很准备 他说现在人家跑出近五 这个棋啊挺凶的 红的要是硬不好 就有麻烦了 这棋 他还挺担心的 是吧 果然呢 游泳区就没有硬好 这个棋红的唯一的走法就只能 走马七七八 如果上马 对 这样他吃了吧 然后棋子 但是这个棋太难 太难 这个临场 就是女子选手看出来有难度 这个招法呀不多 就两招 但是他不容易往这想 对不容易想 他是什么意思呢 下不去冲了 你逃跑冲 你打 我拱二平五 我又这么用 咱们给他摆一下 如果他吃 是吧 不 这个棋呢 就说你逃这来也没有 比如说他逃 你逃这我拱霜我就登回来了 也是交换 你逃这 我冲你嘛 你泡武剑 我拱二平五 那也就是说局面解化了 这个棋就是红方的 利于不败 就是他已经没便宜 就赶快收手吧 但是他的这个棋 他也想收手 很难了 这个是很难想 他往这走 对子 对 他对子 对子怎么样呢 这个棋呢 就马五一四 登 他跑出平地打 然后黑方呢 这个时候 这个小将吴核心 走得很好 马斯金森 对 这步棋走得很有力量 很有力量 这个吴核心的 确实 这攻击力还挺强的 对 他往这边的感觉比较好 那个 这张队 其实我们第二天呢 这个浙江这个棋协队 第二天我们北京队 就碰到他了 那个唐丹啊 对这个吴核心有评价 他那个吴核心的棋 可猛了 是吧 盯着 下棋盯着 因为那个能让唐丹 夸奖的这个小女孩 那也不多 是吧 确实他这个中局呢 还是走得挺有力量 这招棋反正走得 有模有样的 那让红的挺难受 对 红的这棋可能最顽强的 应该走个落势 落势是吧 赶快落势 落势好一点 就是说你抓他逃 对 你要抓那个我平边跑 他可能也 这个牛价心呢 情急之下 他走个泡花队一 这个我觉得也是防守 然后黑方 G6一平二 一抓 他只能泡花平七 他泡花平六 泡花平七 平七更不好 对 平七更不好 然后他G2进五一将 这样就垫 然后红黄泡的腿一退 然后呢 这个吴核心走得也挺快 他啪就泡五平一 把炮拆开了 是吧 这也是正常的 对 这招棋呢 也不错 但是呢 这里边黑方还有更好的棋 就是走完泡五平一以后啊 这个山东队的这个教练 这个主教练谢奎啊 就过来就悄悄跟我说 这个棋 他说游泳军躲过了一个大截 他说不然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他说这个棋啊 黑方就赢了 是吧 那我们卖个 那谢军那个谢奎 怎么跟我说的呢 我们稍后呢 对 卖个关子给大家 你也替 观众朋友也可以替黑方想想 黑方这个时候怎么进攻最有利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稍后呢 我们再来欣赏这个精彩的这句 我们稍后再见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黑方有什么样的精彩手段 对 这个谢奎老师啊 这里确实他的棋感也非常美 是吧 但是作为男子 这个比较好的向脚选手来讲 也都能看出来 这对男子选手不难啊 对 他这棋应该走的 走马三进一 马三进一 其实这个 跳出这个马 黑方就太有力了 红方啊 如果走G2进一的话 黑方有马一圈 他准备回啊 那么这次呢 这个山东队呢 山东忽远队呢 对这次比赛也特别重视 谢奎呢 又是男队的教练 又是女队的教练 他们又请了这个 郑万芳 还有这个 广东队的石凤兰 对 石凤兰 这两强呢 来这个征战这个女子向脚 那么谢奎呢 是最认真的一个教练 是吧 那小伯伯记着 他每天呢 这个陪着队员们去 然后呢 这个陪着队员回来 那是主场 钉在这个赛场 可能是主场也有压力了 对主场 不像我们 有的时候赛场看一圈 然后累了 回去去哪 但是你都进郎的地方 那个喝点水就走了 是吧 这期G2进一 他买一圈G2瓶 这个期啊 我们再给大家提出一个手段 马二进三机 马二进三机 就是类似G2进一期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多一些手段 多一些知识 G2进一层 为什么这个宝珠很厉害呢 对 他下部有一个炮武瓶啊 这一招旗呢 就让洪方呢 只能认负了 对 这个活活把这G打死吧 嗯 这种手段呢 大家呢 可以多积累一些 对 就是有助于您 终局呢 作战的这种能力 平时能用得上的 嗯 很实用 那他一马三进一的话 来 马三进一 马三进一 洪方怎么摆 谢回就说啊 他说如果要知识的话 嗯 他对马 他较江 这样的江 他较江 他出帅 他G2退3 高居了啊 然后洪的只能G2平4是吧 这样他补个试 然后他补试 然后为了挡这个 他泡了技一 哦 谢回说这一江 他一平 他泡了平四一打 就把这个炮打死了 哎 谢回是这么跟我说的 反正他说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这样空气有点 在旁边就是交流一种感觉 反正谢回这思路呢 整体上来看呢 也没什么大大碍 所以这个男子选手 就说黑方这个棋呢 应该是卧槽马 把他钉上 对 然后这个区退到这 将来扫兵 就控制了啊 对 嗯 但如果洪方要像这边支的话呢 也应该不太好 对 黑方也是卧槽马 他握上 然后可以泡平衣 泡平衣 然后把兵打过来 这边还有叫杀 一会儿提拘 我看也挺厉害 还有下几炮 是 都是这个先手 那错过了这个战机呢 所以这个男子选手 他走炮平衣 男子选手还是比较 看得比较精准 比较快 对 因为马赛基 他可能是差着一支 他就是炮平衣 这样打了 因为洪方很无奈 洪方退市 其实这块走的 就要退一 黑方走的也是比较流畅 黑方走的也是有板有眼 对 有板有眼 像是专业的骑士 他就是盯着你这个 巨王号的沙发 对 他就是最典型的 做三次去组合 就是用这种 马灯中式 巨二瓶四 他这个手段 对 他就是一门心思 奔着你的中式去了 洪方这个骑 后来我们研究 就是给黑方 就制造最大的难度 洪方应该走巨二退一 然后再冰三起一 将来巨二瓶九 能跟炮 这是最好的 但是看上去不太好想 这个临场走不出来 是吧 不太好想 太难了 巨二瓶四 他也巨二瓶四 飞的也巨二瓶四 就双方就围绕这个 中式的问题 这样黑极骨一个 正好一管龙出镜 就是用心 看起来已经没招了 他只能去一味的 对 去这个 就见招见招拆吧 同时他也慢慢地给对方设计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套 看你往往往里做 看你敢不敢踩饰 对 踩饰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时机还不是特别成功 还有个上将 对 那这个棋就是黑方 出将了他实战 他走出将 他出将是什么意思的 就是说他还是为了这个灯饰 对 他所有的准备 他一门心思就得踩他 对 他的意思是 灯饰你上枪的时候 我会用居吃你 对 你不能再吃 所以黑方就说这个 小吴同学可能对这个灯饰太执着了 是 这里边他不用去出将灯饰 这可能老师原来就这么教的 这个像二路家居炮 对 它就这么组合来的 对 但实战里面不够灵活 他应该走退居 这样还是能踩饰的 他这样一蹬 他也不能去蹬 灯你也把他杀死了 对 他也不能上枪 他上枪你灯泡 你还可以忙我去算 对 他同样也是占优 有点教科书了 对 他出将的这个旗 他就说有点过于这个啰嗦了 这可能也是女子选手 比较直 但走到这边红方 这个旗应该 军事平息感是桌的 他也没去做 反正河北队的阎兴 这个老师看得很着急 说这个旗很危险 他确实也有一些危险 但黑方族一级 这个时候他们走的也不太精确 应该黑方就赶快蹬着 这么蹬 这样他平吧 平 然后他再供足 先把他定住 这儿红方不好动 黑方这个边路族 慢慢渗透 还是优势 就是说他又有这么多手段 他走族一级 然后他走边谷五级 他又足够一级 这个旗走到这儿 黑方也不能去登这个事 登上舰 然后你推炮的时候 他可以把局也藏起来 一个是进底线 一个是推自己的底线 让你没有抽枪 我这底线退的反正也可以 就这么看一下 下部就知你了 你抽不到东西 这个旗就黑方反而不好 他现在登不了 登不了他还应该马上移 然后他又拱了一个组 然后红方举八腿一 等于双方这几步棋 走得都不精确 最终红方比较幸福 黑方这个棋 他实在难忘灯势 结果就坏了 他应该走马上进去那 这个灯势就有什么误果 这个就是红方在被动的防御当中 同时也给黑方反射了一击 他就一门心思想踩 对 他就终于踩了 踩完以后他就上帅 那么黑方就是说 连回杀手把这个事再吃了 你现在 正好 舔我提将提死 你登我 居住朋友 那我不就白吃两个事吗 这个吴可信光高兴白吃两个事了 但是后边的棋 他少看了一点 对 他没往后做形成判断 所以红方这个炮七 这就一打 这个时候吴可信可能才发觉到 这个棋喜不是不好 杨文青 这个河北队的金刚刚刚的主要来说 这个棋真是意外的收获 这个棋本来要输的棋 渡过一个大难关 这样用哪个吃 很难受 红方最精确的应该是先一浆 最好 先浆一下 先过渡一下 他只能进浆 我泡个也浆 这样他不用飞向 飞向他进浆甜 绝杀了 对 他只能去知识 就跟实战有一点像了 我们待会儿再讲 我们待会儿有区别 他走的是什么呢 他走的是进浆 把他吃掉 对 然后提了一下 下降 他再吃 然后胡方聚八瓶六 这样 这样 那他什么 那他送施了 只能进浆 进浆是吧 这期就说 黑方应该正着是应该进浆 他当时考虑什么 他当时是不是老怕他 老想把他拘吸进去 怕他这个 我们来看这个期 这个期他进浆 他肯定是怕中炮浆 那他再送 他这个期 其实可以十五金六 保留是吧 保留是吧 不把试送给他 那他吃呢 如果你聚了瓶酒 黑方还可以就聚酒推移 吃了 对 如果你要是过冰 我可以对冰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 最起码我先拔一个高居 如果你吃炮 他在吃中兵 有个吃中兵是吗 我看看 吃了 这个期就是黑方对气子 因为黑方已经都试相了 这个期整体物质上来看 黑方也相差不多 这样 你吃他得吃 这样 你再吃他 他上你相了 他这个气足也很快 动不了了 是吧 就是这个期红旗是狙炮 黑方呢 利用红旗 少试相对于鸡 不太好看这个对吃 他应该走这个 是吧 保留是 这样红旗 实际上 这个江的时候 他走十五金四了 这儿他就把这事 带江让人吃了 这个也证明 我们这个小将 吴贺欣不太老练 对 经验不太足 然后他跑进平五 这样他狙起退一 然后红旗这种走 架过平六 他这条旗走得 稍微有点痛迹在水 就是红旗这个旗 应该刻不如款 赶快把兵冲过去 赶快冰旗进一进 这条旗 浩兰亿也是有用了 但是呢 速度有点慢 他其实什么也撑不着 不是选手 他足一级 他不是想冲吗 对 人家就拱 都不理他 他也拱 冰旗进一 然后黑王把这个冰子吃掉 然后红旺再拱变 这个旗呢 为什么得给大家讲 时间长一点呢 我们拿出这一期节目 专门讲的 因为这个旗啊 巨炮族啊 特别难 对 里面有好多战术 对 我们在看这个旗的时候呢 好多的问题 也没有搞特别清楚 也得通过事后呢 来研究这个旗 对 有一些攻击的节奏 所以说呢 这个旗尽管是一波三折 但是呢 里面的内容呢 这里面藏着好多招法 值得借鉴 而且 他一吃兵 现在该 这个 该红旗 该黑旗 黑旗走一片 对 黑旗呢 他呢 就是走足一片 他老想太 讲究这个速度 其实这期不好 这期啊 他应该拘一僵 就是黑旗最佳的走法 能推去捉兵 红旗只能拘六推二 这样不让他拘六平五僵 黑旗呢 就是最实惠的 就是走足一片 往里贴 后来这期我也反复看了几次 那他往下拱呢 他往下拱呢 然后黑旗旗 然后有个炮一退去 对啊 这个其实太难了 就是说一般的人呢 没有这种思路 就该上的 他这个炮呢 手呢 反正真没事 他将不死 那他再拱呢 你再拱他也不理了 他足也 就是你不好组杀是吗 对 然后再贴 再贴 他足就下来了 对 你杀他飞向 他有个劈点炮 或者这个旗 你拱到这的时候 他上身降什么的 先往那边跑跑是吧 反正总之的 就是黑方呢 有这么一个方案 会对红方呢 有一些考验 给红方制造一样 进攻的困难 对 他一路炮特别 就是一个特殊的 这个旗型的防御吧 给我打有没有 打 这也是一个方案 红方可以进帅来舔他 这样舔平 然后你炮个在这 对 他吃不掉 但是这个旗也是红方好 也是红方好 红方兵挺近的 这个旗主要是冰红方兵近 因为他将来到我炮我平方 对 而且你这冰相对比他那远 对 这样也是 所以这个旗呢 就是黑方呢 应该是最顽强的 就是来捉冰 他没有捉呢 他走的足以平二 他靠冰 他靠冰 靠冰到红方呢 就发现他要再靠足 就有对居了 对 红方呢 居住这样 他还斗手了 他上将 对 然后居住在提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也在现场 我就看那个 罗欣啊 是吧 他这个痛苦 也比较痛苦 对 他这比不过人家这个 这个老将是上是下呢 很难受 很难受 假设下 他冲 他下不起 这个很厉害 成绝杀了 这个 再往里靠 对 他倒绝杀不了 他也得一将 抛一瓶四 但是红方可以用冰 对 他用冰可以打 遮一下你是吧 这个其实还是红方 就是 人家两个冰都用上了 对 红方马上要成杀了 所以很无奈 黑方成杀 被逼的上来了 但是这 离兵更近了一下子 这个时候啊 我在林场看的时候 红方要走出炮瓶来 就一步就制胜了 但是这个 这个小将又没走出来 着急啊 那您们在现场 看的那女子选手 是不是着急啊 对 这一打呀 他只能去吃了 他有其他的 肯定也输了 这是最佳的下法 这是最快 一将再一将 居兵杀了 绝杀 OK 是 或者这么开心 这么还更好 对 两个杀 冰6平5 冰6进行 反正是无解了 他应该这个炮瓶去打 就是速胜 速胜 多一点这居兵杀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个尤其很执着地就冲下去了 冲一野占优这个旗 对 野优 因为他这探判了 但是这个旗呢 黑方弯强一点 因为先降火瓶6 先炮一个 但红方有炮瓶 也是红方占优 先冲一 这两个兵都特强 然后他平5 左翘 五方走 他先进酱 对 这个戏不能先鞠6平酒 先鞠6平酒 红的就输了 这戏 黑的这个旗就快了 不敢吃 透着鞠呢 然后以后黑方有什么 鞠一将 奉帅 足一将 进帅 然后炮停一将 让你鞠一吃 足一送一将 然后就把你鞠头了 清风我看见了吗 这一个比较妙的一个 对 气足 那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给大家摆了 就是一将 上将 足一将 进将 炮一将 一竹果吃炮 你只能吃吗 对 只能吃了 然后足三平四 你再拱去就退一 把鞠就吃 所以说这个旗呢 他黑方有些反击 红方走得很老练 他先进降 对 他等你对居的时候 他再去对平酒 这显出 游戏心的一个老练的地方了 他只能炮一退期 然后红方炮五平八 一叫 他终于炮走了了 对 其实啊 现在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旗 红方还一个思路 就是他对居的时候 红方更干脆是卡在这 G6平四 也是个好手 一炮五平八 一炮五平一 一躲炮就杀了 对 他也挡不住了 就是别让他老将往那边 更快 对吧 对 这个时间紧 我们就讲到稍微的 春广一些 对 炮五平八叫 有兴趣回去再拜拜 嗯 他是走出将了 对 出将 出将红方 冰目禁一 炮五平六 是炮五平六 炮五平六 冰目禁一 他这个旗啊 他不应该走 冰目禁一 这个旗他应该先一将 哦 就是你飞得像 我们看看怎么更快点杀 我连炮都不吃你 你一撞 你只能手累 那 我吃炮你也完了 他还可以 炮 G9平三 这样下不及直接吃相 吃相 再提相 这都没用了 来不及了 这个旗呢 总之呢 双方这个一波三折呢 最终的红方是锁定了这个胜局 他没有去将 他是先下的冰 对 先下的冰目禁 是 然后黑方的先 炮一平二 实在是 这会儿我估计已经放弃了 黑旗啊 这个见红旗 这个大势已去 这整个都贴近了 这个旗呢 红方最狠的啊 他应该是将 然后再平鞠 再G9平四 又是双杀 冰四平五 冰四极双杀 也是九杀 红旗这会儿下的比较放松了 主要是紫儿在嘴里了 就没事了 他就退高鞠了 对 他 G9推四 然后他下降 G9平四 好 我们给大家摆完吧 然后他把这个炮吃了 吃炮也是盛事 对 这就 然后他G4平五 一桌 然后回望 G4进三一看 他下足 他平平 对 他再平 红方初帅 这样人负 这儿呢 红方以后点两将的这个八楼炮一点 对对对 这样黑旗也比不过红旗 肯定是速度 就说 我们看了 这个G炮兵对G炮兵的进攻也是很难的 是吧 我们只能呢 就是说给大家说这么一个思路 对 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些变化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自己啊 拿出棋盘来 自己来研究一下 但是组织了这种旗呢 由于他南下更值得呢 带他去总结 对 因为这种旗经常碰到 因为存在着一个物质力量 对 存在着一种速度 相关的 还有位置 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能力 对 总之呢 这排旗尽管双方下蛋都有瑕疵 但是呢 仍不实为精彩 对 就双方这种一波三折 也确实让这个 很多这个朋友们 就现场的旗友也是 对 在那儿揪着心哈 嗯 好 好 那朋友们 这个女子相讲呢 也是吸引了众多的爱好者 也希望 呃 观众朋友呢 能对女子相讲的多一些支持和关爱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呃 向其讲解栏目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 哦 点炮就是 对啊 先江南军也行 对江南军也行 无所谓 对 这太满了 独在这 回忆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